歐陽娜 歐陽娜前選人拜他爸爸給害了 拜他爸爸說他支持一中各表 歐陽娜一直說我是安徽人 我就覺得 我是希望他乾脆就選邊站好了 我今天在臉書上公開希望他 把台灣的三寶給剪掉 護照剪掉 身分證剪掉 健保卡 然後你就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 我覺得這樣也沒什麼 我尊重他 如果你真的這麼認同 中國對香港的鎮壓 你這麼認同香港的警察 這麼認同香港是中國一部分 我覺得很好 你就去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 以拿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為榮為傲 那我覺得中國網民 會給你更多的掌聲 因為他昨天在微博上貼了這個東西 之後中國網民一片讚賞之聲 那我覺得 那你就乾脆就 而且我覺得他就在天安門廣場上 在13億人民的面前 把這個台灣的護照剪掉 把台灣的身分證掰掉 把台灣的健保卡採碎 表達我要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覺得這個很好 我佩服他 我覺得你這樣子 會給黃安太大壓力 黃安還用健保 回來台灣探健保 我覺得中國的網民不要被騙了 因為你們這麼支持歐陽娜娜 但是他 他事實上是兩面 他一方面支持中國 一方面用拿台灣的護照 那這是什麼 這是實質支持台獨 對 因為台灣護照比較好用 這個有愛國心 還管他好不好用 對不對 為了愛國 為了效忠祖國 台灣健保比較好 為了熱愛祖國 也不需要考慮 身體不重要 最主要是愛國心 所以這個時候 我佩服他 應該要適時的表達 他的嚴正的立場 那我相信中國 一定會給他一個 那個鍍金的身分證 對不對 因為你這個等於是 凡人來歸 等於說要投奔 那范老師我請教 如果說 因為現在有一個氣氛在營造 就是說 香港的港府他說 我們這些警察可能不夠 所以需要有武警 這樣子過來 而且反正很近 過個橋就十分鐘就到了 可是呢 這幾個高階警察 他也不敢說他是誰 他是匿名的 有三個 他就說 我們人是夠的 我們沒有不夠的問題 也就是說 他們要營造一個氣氛 就是說 需要用武警來 在這邊才能管制 這樣的秩序 但其實是夠的嘛 那也就是說 這兩邊 各說各話 是不是要營造那個氣氛 讓武警可以進來 我覺得基本上香港 大概還有三萬的警察 他的警察 其實我認為數量上是足夠 但是如果要 面臨到這種大規模的 例如說三百萬人的上街頭 如果是平安的落幕 當然就OK 我認為中共現在也 沒有到必要 他也不希望武警真的開進來 因為開進來其實 很難看 對 真的會重蹈 這個八九年六四事件 那香港 其實我覺得他這兩天 有關於國泰航空的 兩個高階的總裁 因為國泰航空 有人去參加了這個反送中遊行 被這個拔職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糟糕的一個殺機取卵的事情 就國泰航空是一個國際知名的航空 他的飛安也非常的好 但你今天因為政治力去把專業的CEO給拔掉 其實對於國泰航空來講 對於一個跨國的航空來講 是一個很不利的事情 對於香港作為一個國際的都市 對於國際經貿中心來講 也是一個很糟糕 因為你等於完全用政治去超越專業 那你這樣來講 是不是未來政治凌駕一切 所以我覺得中國用這個方式來做 是很粗糙的 很不聰明的 而且會讓國際覺得 你怎麼可以用這樣一個不文明的方法 來介入一個國際的專業的航空公司 那這個其實對香港來講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但是問題是有時候沒有辦法了 因為習近平面臨到什麼 黨內的大佬對他的壓力 就是你香港問題已經拖了 從六月份到現在已經快到三個月了 那十月一號即將是中共的建國 這個七十週年的紀念日 是一個這麼重要的紀念 但是如果這邊在慶祝建國 香港那邊鬧轟轟 還在街頭巷圍吹雷蛋亂放來放去 習近平很沒面子嘛 所以他剛剛召開這個北戴河會議 據說黨內大佬 包括胡錦濤開炮 說你香港問題怎麼解決 所以我剛剛講過 從理性來講 中共的武警部隊跨越到香港 這樣十分鐘 其實說的在技術上沒有問題 但是那是政治決定 從理性來講 我認為習近平不至於如此 可是當整個黨內的壓力 當他的權力不穩的時候 當中美的貿易戰 中美的貨幣戰開打的時候 他或許沒有選擇了 因為他今天不出兵不鎮壓 他自己的位置坐不住 所以今天主要是在於習近平 他自己的一念之間 但是我不需要講 從他現在就任到現在為止 他做了非常多次的誤判情勢 所以我也很怕他會誤判 他如果他誤判的話 那我覺得其實是多傷 香港人民也是傷 對習近平也傷 對中國也傷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就是已經 沒辦法了 狗急要跳牆了 但這個情況我覺得是最不樂見的